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陽光普照 海浪輕輕拍打著 下午退潮 就是小生物們探出頭來玩耍的時間 踏著冰涼的海水 探索潮間帶 是來到小琉球必體驗的行程之一 嗨大哥 嗨 您好 你好 我被你揍著 我果汁雞教練 果汁雞教練 白水借我付一下 你是不是在跟什麼樣的生物玩 這是潮間帶 退潮的時候有一些生物 它會遺留在這一塊山火蕉 潮間帶其實是 帳潮跟退潮的一個交界的地方 對 交界的地方 我剛剛抓到的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一個叫什麼 這一個它叫大紫蝦子 可以碰嗎 不要 因為這一個是屬於 最兇狠的蝦子 真的假的 它小如說有一隻螃蟹的體積 大它五倍 跟它打架 我保證那隻螃蟹兩下 瞬間被它KO 它算是拳王就對了 派大星 你怎麼不是長紅色的 不是派大星 它不是派大星 它是誰 這一個 這一個有沒有 一般我們在海邊遇到它 我們都會把它誤解為什麼海星 它的名字叫什麼 它在我們海洋裡面有沒有 它算是一種青稻糊 為什麼青稻糊 因為它是屬於雜質的 什麼都吃 什麼都吃 所以說它會成為我們海裡的 清潔夫 可是洋翠竹跟蝦蚓的行徵 是一樣的 它只要腳斷掉 它就會再長 就會再長一隻 你看這一隻就剛長出來了 新的腳 我愛 它有像西牌 它有一點點可怕 它像 羊羊的 羊羊的 像喇牙 喇牙 像喇牙啦 OK喔 你看 你看 好像喔 一隻會移動啊 一隻動得很快 可是一隻它就不動 這個不動 所以海星是不會移動的 海星會移動 只是它移動的速度比較慢 它這一個叫什麼 藍紫海鮮 它不像一般 我們看到它都是藍色的 它的顏色有八到十種 所以它本藍色 有點TISN藍 它摸起來有點像蛇皮耶 那這一些是海星的正面 那我們如果給它翻過來看 它每一隻肢體中間 都有一條線 對 你看它有打開的 然後它裡面是米白色的 一粒一粒的 像有點像章魚的腳那樣子 那個都是它的管球吸盤 所以它就是全部出來 然後這樣子移動對不對 對 慢慢移動的 大家下次來小流橋的時候 可以來淘間再看看 這麼多特別的生物喔 不過別忘了 一定要把它留在原位喔 走走 再去逛逛囉 好 好 剛剛點